这张两分纸币我们家里很多人都有 但是你们知不知道这张两分纸币 它有一张 它的价格可是会达到100多块钱一张的 上面这一张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张钱币 它的价格并不高 大概都是一块钱所有全新的 如果品线差的基本上都是没人要的 但是下面这一张钱币 它的价格可是会达到了100多一张全新的 那么它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这张钱币 下面这一张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它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一张钱币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罗马后面是带着数字的 这一张是只有三个罗马 是后面没带数字的 这一张是比较贵的 大家家里有两分纸币的时候 看一下后面有没有带号码的 没带号码就这一张 这张是到后面才印的这张钱币 但是这一张是真正属于第二套人民币当中的 1953年两分这一张比较贵 它的正反面都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后面 翻过来可以看到它们的正反面这些构图都是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说的那个就是罗马后面带有数字跟一个 罗马后面是没有数字 也就是这一张了 这张我们也叫它长号两分 长号两分 它还有一个是长号一分 长号五分都是属于第二套人民币 凡是这个罗马后面没有数字的都是不属于第二套人民币 比如这张它也有一分的两分的还有五分的都是这个三个罗马后面没带数字的 我们以后凡是看到这张钱币只有三个罗马后面没带数字的它们价格都不高 反而我们看到这个罗马后面都带的数字的这个价格都是比较贵一点的 无论是一分两分五分它们价格都是比较高的 我们下期见